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化学反应与能量变化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反应热的相关知识 那么化学反应过程当中为什么会有能量变化呢 那么可以从微观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了解 我们以氢气和氯气生成氯化氢气体的反应为例进行说明 那么我们实验测得这个反应呢 一摩二的氢气和一摩二的氯气反应 它生成两摩二的氯化氢 它会放出184.6000焦的热量 我们可以这样表示直观的表示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这两个氢气和氯气反应 产生了氯化氢和这么多热量 这个每摩二是每摩二反应 这个反应的系数呢 是跟这个 相当于就是说假如是一摩二这个反应 由于你一个这个反应里面呢 是一个氢气和一个氯气 甚至两个氯化氢 那么一摩二这个反应呢相当于就是说 一摩二氢气加一摩二氯气 甚至两摩二氯化氢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有个想法 可以认为呢这个热量啊 也是一种产物 可以有这么一种想法 但是其实呢这个能量和物质呢 这个还是不能在这里并没有发生转化 但是呢我们可以有这么一个想法 一个思考方式 好 为什么会放热 啊我们可以 微观的来 看这个问题 首先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氢气 他是 A12 我把这个键打断 生成 两个氢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需要提供给他 输入 这个键啊我需要输入436千交每摩的能量 才能把这个氢气键给打开 啊类似的 绿 绿键 也有我们也要把它打开 那么这里呢我们需要输入 243千交每摩 好 当然大家注意啊这个氢氯原子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个中间物质 并不一定在这个反应当中真的生成过 好我现在有了自由的氢氢氤原子 绿原子 我们呢 把它们反映出来 这俩也生成一个绿化氢 当然画一键的形成呢是一个能量降低的过程 我们说这个能量是释放的 我们说可以说是输出 或者是放释放出 形成了两摩尔的这个情绿键 所以说呢每一个都会放出 每一摩尔都会放出431千交 所以说我们这里要有一个系数要乘一下 好 那么 我们做下做一个计算 我们就可以发现了 我们相当于是输入了这么多 436又输入243 输出了431乘以2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这答案呢是183千交没过 那么呢 这个我们说这个分析结果和我们的实验结果是非常接近的 当然呢 我们最后以实验结果为准 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思路啊 可以说是用健能来估计了反应热 为什么两者会有一定的误差呢 这是由于这个测定的时候 第一测定本身有误差 另外呢就是说 这个测定的条件也会有一些不同 所以说呢导致我们这个数值并不能精确的相当 但是呢有这个精度已经是令我们满意了 这个反应的实质是什么呢 这个反应的实质啊就说明了 这个深层的产物两个氯化氫啊 它的能量要比反应物要低 相当于我们说我们用同样的图来表示 这个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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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它是你的信费 youtube 如果我跟你们这些变错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呢 你说它流程 可以吗 吗 太多了 咯 你有没有什么感觉 würde 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本来 我们这里同样的 能量高的我们就放在画在上面 能量低的画在下面 那么呢氢气加氯气 一摩尔加一摩尔 两个反应呢会放出能量 生成两摩尔的氯化氢 能量降低 那么这个差值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反应热 感谢观看